欢迎收看大而花之 台湾在早年的时候歌听秀非常兴盛 现在在中国大陆湖南长沙还有 而且它的歌听秀独树一个 没错 长沙的这个歌听文化也造就了 这个超强的电视产业 那么今天继续来解码长沙夜生活 现场来片是纪录片的导演张赞波 大家好 赞波自己在湖南长沙待过一段时间 那你自己那个时候在那 是不是常常上歌听 那时候还不能经常去上 因为那是一个相对比较 消费比较高的 对 比较奢侈的一个娱乐活动 并且一般那个票还不是很好买 对 但是基本上都会想方设法要去弄到 就没有去看过的人 甚至有时候从外边来的一些客人 也会带他们去看一下 他去看你想要多少钱 最便宜的人 其实它的原始的票价可能并不太高 可能只有六七十七八十 一百来块钱 但是他有时候会被黄牛炒得很贵 给炒高了 对 炒得好几百 就当时的消费来说 就好几百算很贵了 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我刚去长沙 拿的刚开始拿的工资只有六百块钱一个月 一个月 对对一个月就是98年 98年对了 那你听一次去上歌厅你就得花掉你十分之一的薪资了吗 对 那很高啊 对 那为什么大家还那么热衷 喜欢晚上去歌厅 听歌 因为它是会有一些吸引你的地方 因为你在歌厅里所接触到的 那个那种文艺形式 跟他们所所讲的话题 你是在别的正统的娱乐里边是看到的 尤其官方的那些组织的活动里边 是没有这种形式的 是什么样形式 其实它更多的是打的这种离俗 就靠离俗 靠更接近于人的本能的 这样的一些东西去吸引 就插科打混 是插科打混的 然后有一些黄段子 黄段子 对吧 它哪怕是 它的表现形式当然也是各种各样的 有唱歌 有跳舞 有相声 有小品 但是它跟你在电视上官方的看到的那个主旋律 是正好是相背的 对 这样才有吸引力 那我看电视就好了 我干嘛去上歌厅嘛 对吧 因为你在那种场合 在别的场合 你是看得多正爱八经的 但是它用了同样的一种表现形式 但是它那个内核又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肯定非常吸引人的 所以它表演的时候是讲湖南话 它也会讲一些普通话 就我刚才所说的塑料普通话也会说 但是它有很多的本土的这些明星 就笑心也好 就是歌星也好 它都是会用一些更本土的语言 还有一些词汇来跟你拉近距离 对吧 所以这个也是在所谓的用普通话 一统江山的这个电视里面 是看不到的 对吧 台湾的歌厅秀是基本上的模式差不多 就会主持人就老是讲黄色笑话 然后开女艺人的玩笑 但基本上它在表演的时候 一般民众是会在下面吃牛排 然后吃它当天晚上的晚餐 在湖南长沙的歌厅文化是这样吗 歌厅里的话 主餐的话是 我那个时候是 它歌厅里是没有主餐的 就是说主餐你还是在外边吃 吃完了然后再去看 但是它会有一些小吃啊 您点啤酒 这东西是可以点的 就有一个小桌子 然后摆了几个椅子 然后大家就分散坐着 然后边吃点小的 然后边看 对 所以它的整个表演的一个空间很大吗 对 它是一般都是很大的厅 一个特别大的厅里边 然后就是就摆很多的桌子 然后也有一些沙发各种 可能有些也分VIP 就最靠钱的是VIP 可能非常好的沙发 对 所以主要不是在听歌 是在看各式各样的演出 找乐子对不对 所谓的歌厅它并不只是唱歌 其实更多的是那种 本土的相声跟小品 还有杂耍 各种都有 对 它就是闻的舞的都有 那就比较像是一种综艺晚会的概念 就是一个综艺 对 其实跟综艺的电视晚会是一样的 各种都有 但是我说了 它们基本上用的都是一种离俗的 或者说一种不能上大雅之堂的 然后可能会也会在除了这个色情的 或者那个混段子之外的话 它也会有一些政治性的一些打点擦边球的调侃 也会有一点 对吧 有点真贬 互动性是一个很大的特色 对对 互动性就是很强 所以你平时可能 其实那些本土的笑情 后来慢慢地在湖南的电视上都能看到他们 他们也同时就是走歌厅跟走电视 但是你在电视里 它是离你很远的 但是在歌厅里边 他们有时候会走下来 走到你的面前 比如说我说 我有零点 我有那个小吃跟啤酒 他可能还会过来喝你的啤酒 然后他甚至那些 我记得是合金晶那样的女的笑心 他会往你身上蹭 跟你开这种 跟你互动 对 跟你互动 坐到你的大腿上 那这样是你要给他钱吗 但是他没有硬性要规定 你要给钱 但是他一般都过来跟你蹭 他有时候也会 完全说你 你那个要不要点一个节目送给你的朋友什么的 所以一般去听的就会掏钱出来 对 会点像点单一样的 换句话说 除了门票之外 你进去你还得有花钱的机会就对了 尤其是做到前几排那些所谓的VIP的 可能也都是一些土豪 他们是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就是那些来演出的 从他们身上捞钱 想办法对 对他们自己还互相的就是 就竞竞互相的竞争来点单 就是可能不同的这一桌跟这一桌之间 他说给五百那边可能就给一千 嗯 就这样了 他说 他还会喊来数 是吧 对 现场就说 蓝色衣服的小哥给了五百块钱小费 对对对 就点歌或者点节目 对 哦 还能点节目啊 对 因为他不是完全是唱歌 他更多的就是表演一个什么节目啊 讲那么多大家可能听起来没有概念 我们还是带大家心想去看一看就能明白 这到底跟我们的歌听秀一不一样 长沙歌厅发展二十多年 已具有剧场规模 荧幕就跟墙壁一样高 每天晚上在这呈现各种演出 综艺唱歌是最常见的桥段 来自长沙歌厅的艺人可都是身经百战 他们伶牙力齿身怀绝技 总让观众笑得东倒西歪 当娱乐形势从歌厅演进到电视台 长沙的娱乐产业规模日益茁壮兼容并序 成为中国大陆电视产业的领头羊 刚刚我们看这个长沙的歌厅 其实它的形势还蛮多的 特别刚刚我们看到一开始 还有人唱这种流行歌曲 这种感觉起来形势就比较新 那么你自己这样子看 你觉得说这种歌厅 它吸引人的是有哪些元素在这边 在里头 我刚才讲到的主要的元素 它是背离这个正统文化 这个肯定是人都有一种寻求刺激 寻求不一样的体验的这种心态 所以它是在这个方面更吸引人 另外就是互动性 刚才所讲的 它会跟你有互动 它跟你坐在电视屏幕前 看娱乐节目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刚刚看到有种小朋友也上去了 所以歌厅其实是没有这种年龄限制 它没有分级吗 你讲黄段子 为什么小朋友还去 对 它就跟现在的中国电影是一样的 它是因为没有分级 所以中国电影有很多 其实也有色情的场景在里边 但是有很多也会带着小孩去看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 比较特别 我觉得是竟然可以从 当然跟台湾的那个诸葛亮 你知道诸葛亮吗 没听说过 《地狗亮的歌听笑》 就是那个诸葛亮的歌听秀 它也是在那个餐厅秀起家 然后变成一个家喻户晓的艺人 那在长沙那边的歌听秀的主持人 也是会要上大荧幕变成名人 对 基本上都是这样 就是你在歌厅里慢慢的有名 它肯定就会跨到电视行业去 因为那个它的附射力会更大嘛 这个湖南的长沙夜生活非常有趣 尤其是这个歌厅 歌厅秀里面的人 还可以走进电视里面 据说这是让电视乡军红火 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聊 我想请教你 令尊是什么 公子 你真的想知道 令尊呢 令尊就是儿子 下回你带你儿子出去啊 你就管他叫令尊 你就管他叫令尊 显得你有学问 哎呀 我活了几十年 才知道这儿子就是令尊啊 上学问了吗 别人我还不告诉你 多谢公子指教 请问公子 您有几个令尊啊 我们刚刚看到就是从这种长沙的这种歌厅 就艺人 他转换到一个大舞台 那么要上了这种电视荧幕 那么 张波就你了解除了 我们刚刚看的这个是叫周卫星 对 他在长沙这边很有名 他是一个本土的孝星 对 这孝星号分本土的 就是意思是湖南本地 因为他也有北方来的 也会有 但主要就是本土的这种 欧阳胖胖算是那里早期特别红的吗 他算一个开拓性的吧 在歌厅文化里边 因为《情岛》好像是最早出来的那一波歌厅 然后他的影响力就很大 那他的表演模式是特别不一样吗 对 他可能是开创了这样的歌厅文化的一个路子 这个你说开创它跟过去有什么不同 而且你也提到那个《情岛》 他是对整个传统这种歌厅文化 有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吗 因为可能之前 就是湖南的这种去歌厅 去消费的模式还没有完全的建立 就是他找到了这样一种方式 可能他也会去吸收一些这样的人才 来到这个歌厅里边来 然后在市场的推广上面也做得比较好 可能估计这个人物的重要性 是体现在这儿 其实在歌厅那个场所上面 插科打魂比较没有禁忌 可是一旦他们要上电视的话 其实那个尺度上面应该就 还有包括他可以挥洒的那个空间 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了 对 就已经肯定收年很多了 就像刚才这种小段子都是属于 用宵夜的类型来说的话 它是属于很清淡的 歌厅里边的那个是口味菜 是很重的口味的 听说好像为了要管制 把握那个分寸不要再口味太重 在歌厅秀现场还会有文化监管员 对 监督员 都会有的 因为中国对各个包括小剧场 都会有这种监控度会存在 但是歌厅那个时候是因为 它也像一个特区了 在文化方面 就湖南那个时候 可能相对就广得松 对 那再来一个就是我们说歌厅 它转到一个电视 它这个转变主要是来自 就是湖南这一块 它原本就是要在电视媒体上做大 对 那歌厅这一块的人才就这样补进来 对 这个也是跟整个的 湖南电视的后来的定位 它的转变是有关系的 我是正好是98年去了长山 然后我是01年02年彻底走的 所以我赶上了他们那个变化 我觉得正好是赶上了 因为我去长山的时候 虽然歌厅文化是兴起了 但是电视文化还没有那么娱乐化 到最后湖南的电视台 直接提出来是娱乐立台 快乐中国 对 就彻底的娱乐化 就全面的娱乐化 把之前的 它的作为一个媒介所应有的 社会性的功能 全部给你抹掉了 这个我是亲眼看到的 因为我去的时候 我有很多 我在大学里面 其实我是学中文的 是新闻方向的中文的 所以虽然我自己没有进媒体 但是我有很多同学 师兄 就学长 学姐之类的 都是在这个里面 所以我看到他们做的 甚至我也参与过 就间接地参与过 他们的一些节目的策划 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些相对 人文精神比较强的一些节目 从在 比如说新青年 什么乡村发现 还有月露讲坛之类的 这相对的是 就我刚才所讲的 互相文化的那个精神体系的 节目还是有的 但是后来这些东西 全部都被这个娱乐化的浪潮 给冲击的没有了 但是他也靠着娱乐化 挣了很多钱 而且打响了全国的知名度 对 他肯定是靠着这个挣钱的 我看到过一个数据是 他13年的时候 湖南卫视的总体的这个广告收益 就有63.5亿 超过台湾 所有的电视台的收入 他光是一家就可以 都比不上他 所以这个里面是有巨大的一个经济 利益在里面 对 所以但不过你再看就是说 湖南台他决定用娱乐来立台 那又把这种当地这种歌厅的文化带进去 那有对这个电视台有一些影响吗 会让这个电视台就觉得娱乐做起来 太在地 是不是有点敌俗的这种感觉 你会觉得吗 所以这个也是有争议的嘛 对他的湖南卫视的看法 有一方面可能会觉得比较敌俗 但是另外有些就觉得他突破了传统 那种一本正经的 那种苦大仇深的 就是可能CCTV那种形式的 所以他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并且他好像在娱乐的形式里面 他也变得多元化 他很敢于尝试 不管是在戏剧上面 还是在综艺节目上面 他就勇于突破去做不一样的尝试 所以很容易让观众耳目一新 眼睛一亮 对不对 对 那像这种东西 它是受到歌厅文化的影响吗 因为我看了一些资料 他说这个电视相军之所以可以强大 歌厅文化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作用 你也这么认为吗 肯定是 怎么说呢 就因为他有这个歌厅文化的这个精神气质在里边 其实这种东西它是 它越离俗的有时候是 确实是最受欢迎了 对 对 就所谓的负能量 这是人才上面吗 还是在题材上面给了他在走娱乐这条路线上面有更多的养分 我觉得各个层次的影响力都有 全面的 对 你的思路的 然后到最后的这个就改变那个体制的 我后来听说因为在台湾 你录制节目找观众戏都是拜托来的 在湖南这边好像就歌厅变成电视台了 就是他观众去看节目录影 他还要买票 有种事情是不是 就他夜生活另外一种选择 对 就是 就是看电视录影 对 因为那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除了你直接去现场看之外 后来因为这个电视发展了 大家可以坐在家里也能欣赏到差不多的 这样的一些节目 所以他也 你刚才所讲的就是那些黄牛 他会把那个去录制节目的那个 那个票 那个入场资格 他是有票的 其实那个票本来有很多是不卖的 就是湖南卫视 他是不会卖那个票的 他是通过内部的途径传出来的 或者发给你的 但有人就把这些部分又去卖 很特别 而且据说那个价格会炒很高 对 他会炒到几百块钱一张票 对 看什么样的场合 比如说任快乐大本营 什么天天向上 尤其有时候来什么样的明星 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我还经常会碰到 就是哪怕是我离开长沙已经那么多年了 我还经常会有一些朋友 给我打电话 可能都是广州的 对 他要去长沙想看这样的节目 问我能找到朋友要到票 网络的发达 因为现在娱乐已经多元化了 就在娱乐非常多元化的情况之下 长沙的歌廷文化 它还能历久不衰吗 其实歌廷文化 它是现在来说的话 是逐渐的衰落了 它是转移到电视的阵地去了 它实体的歌廷几乎 你像厄阳胖胖他们 其实好像说后边都过得别落寞了 对吧 当然有它个人的因素在里面 但是电视这一块 就是另外的一个歌廷文化的一个阵地了 这一块还是非常火的 因为它越来越迎合了当下的消费主义的盛行 娱乐之伤 对 娱乐之伤 包括跟官方的思想控制方面也是有关联的 因为严肃的话题你很难去触碰到它 官方也不想让你们去触碰这些严肃的话题 就不让你们最深闷死更好 所以看起来它是 开放 对 看起来是非常的开放 但是它的实际上是 我是认为在思想控制上它是很紧的 那现在在长沙看歌厅秀 歌厅这种演出的 应该是在地人会多吗 还是变成是游客的一种观光行程的安排会比较多 就像这种演艺八本土人还是很多的 但是那种大型的歌厅 就是我讲的那种像就很大的舞台 像那个综艺晚会式的那种 那种是越来越 就肯定比不上以前了 对 这背后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传统 它可能会进到歌厅的这些表演人员 它现在选择到电视的大一幕去 是 对 因为这个时代毕竟不一样了 那个载体的表现的 这个手段也不一样 对 对 所以甚至有很多会走出了湖南 去了外地的电视机构里边发展 对 有很多本土的明星就走出去了 歌厅文化不只是在歌厅里面 哪怕是在电视上 它都是长沙的特色 有机会大家可以好好看一看 广告之后回来回答网友提问 长沙的夜生活草根性十足 这种在地的娱乐文化 其实也变成了他们当地电视王国的一个养分 网友就很好奇 他问了 他说长沙的夜生活既然助长了电视 为什么却没有助长电影 应该是指为什么没有给电影养分 让电影可以发达起来 战博 对 这可能也跟整个的中国的电影的环境 或者说跟中国官方对电影的功能性的认知 是有关系的 中国历来对电影控制的非常的严 就代表当做一个宣传工具 就是列宁那个时候也说过 就是电影是最能表达这个统治阶级的意图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所以我估计是跟这个有关系 所以湖南就最后的这个影视 就是电视跟电影之间的这种差距 我是觉得是非常的有意思的 因为在娱乐 在这个电视方面 好像显得很open 对 但是在电影那一块又非常的 很左 就是很保守 就中国说的左 就是跟国外的那个左 左派是不一样的 就非常保守的 所以长沙有一个电影制片场 湖南叫肖像电影制片场 肖像电影制片场 其实基本上拍的都是非常的主旋律的 就十足的主旋律 甚至拍过很多的毛泽东的题材相关面 因为毛泽东是湖南人 所以我经常会取笑或者调侃 那个肖像电影制片场的时候 我会说 你们只要每年拍一部毛泽东就可以了 他们拍过很多 毛泽东和他的乡亲们 毛泽东跟他的什么什么 我还跟他看完的时候 说有一天让我来拍 毛泽东和他的情妇们 最想拍的就是这个 但他们所以就很左了 但是其实影视之间 他们又有一种很奇特的观念 他并不是说完全没有观念 据说是湖南的电视系统 每年都要出一部分资金 投给电影 投给湖南的电影 就是所谓的来扬州拍这些主旋律 他们之间其实是两个极端 但是又以这样的一种观念性 所以他还是有滋养的 性质在里面 但是又有一种非常的计划经济的 就是国家的手段来控制的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 但问得很好这个话题 但不过像在台湾 过去那种餐厅就有出那种大的那个袋子 就大家还可以租回家看 那他其实也是歌厅的那种内容 那你就在大陆 他这个载体变了 那歌厅这一块他有可能透过 所以网路这一块再重新复活嘛 就大家等于是有人去拍歌厅的那种 把它丢在网路上 然后大家在网路上看 对 你讲的这个其实已经发生过 就是说可能外地的外 就是湖南省的其他区域的 他不一定那么有机会去看到这个歌厅 接触到这个歌厅的时候 并且湖南的电视系统 还没有完全地兴起来的时候 他也有很多是通过这个光膀 就光碟来流行的 他现场就会有人拍 然后制成那种光碟 然后再去卖 对 然后再去卖 就流传到底下的县市去 所以我有一道很奇特的风景 是我经常在湖南各地 去流动的时候 我经常在那些大坝车上 会看到那个大坝的电视频 我就放这样的 歌厅秀 然后大家都是看着津津有味 然后所有的人就是这样 请过去 会退回了 会笑 就是很傻的 我经常就会看到这样的 现在有一种管道 在网路上面不是有那种直播秀吗 就YY.com类似这种 它就可以直接在网路上面 然后大家还可以打赏 对 对 就已经有新的那个平台出现 可以让这个歌厅文化 继续在网路上面发扬 对 是 在地化接地气的这种演出 虽然很容易获得这种 当地民众喜好 但是因为地域性的一个限制 未来要走出去 这个发展的潜力 还是有点受限 那就好好把地域特色 发扬光大了 今天非常谢谢赞博 谢谢你的收看 明天继续大人花枝 谢谢它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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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